第1770集 夜晨神机宗的骄傲 不见人影的骄傲吗 我看就是进步太小 不好意思见人了吧 现在的夜晨和死了没区别 五女文言都是微微皱眉 他们也不知道夜晨这段时间 为什么三个月了还不回来 楚莹淡淡道 秦玉明 我们没兴趣和你喝酒 说吧 五女直接转身离去 没有再待下去的意思 可就在这时 一股绝强气息冲天而起 楚莹五女的身体 在这气息的压制下瞬间一僵 他们猛地回过身来 死死地盯着秦玉明 此时 秦玉明混沌的气息涌动 眼眸之中绿光大放 他一步一步朝着楚莹等人走来 面色冰冷地说道 本公子说过 在这么多人面前拒绝我不太好的 今天你们愿意陪我喝酒得陪 不愿意陪我喝酒也得陪 感受着那宛若风暴一般 席卷了整个神级宗的恐怖气息 众人都是神色狂变 秦玉明仅凭气息就让众人 有了一种自己的生命 在这气息的风暴之中 宛若微弱的烛火一般 随时都会熄灭的感觉 这是叶尘都没有让他们感受到的压力啊 此时的秦玉明实力已经凌驾于叶尘之上了 赤尘神吧 开 孙怡周身爆发一道光芒 笼罩其余几女 杀神体 林亚琴也轻贺一声 绝强杀气爆发而出 觉醒了杀神体之后 她已经能完全掌控体内的先天杀气 孙怡保护众人 那她便要直接出手 林亚琴美眸之中泛起血红之色 一头黑发也转变为赤红 无风自动 一道血河凭空浮现 缭绕周身 杀气滚滚 竟是瞬间便进入了 当初与叶尘交手时 解开杀神印的状态 而且其双眸之中 神光闪动 完全没有被杀气影响心智 林亚琴手中常见异舞 那道血河在剑意引动之下 冲天而起 化作一头血色巨龙 怒吼咆哮 朝着秦玉明腾跃而去 楚迎双眸之中 七色光滑闪动 同样动用了生死体的威能 一剑斩出 弓相的毁灭之点 而隐明手中多了一对匕首 他身形一个闪动 竟是融入了脚下的阴影之中 在虚空之中飞速闪动 无数道散发着凝重阴气的黑影 朝着秦玉明扑去 这便是那无忧之体的能力 以影化形 剩下的焚鹰虽然没有觉醒特殊法体 但其本身的羞武天赋便是极高 实力自然不弱 他们面无表情 浑身剑意汹涌 一剑斩出 剑光澎湃 宛若漫天繁星陨落人世 众人见状震惊的目瞪口袋 武女竟是在瞬间都爆发出了令人惊悚的实力 如此实力已经超过了神级宗大部分的舞者 但秦玉明面旁之上的不屑之色 却更加浓郁了 他气息一起 朝着林亚琴等人镇压而去 一瞬间 血龙 剑光 阴影等等 看似威势无穷的攻击 竟是仿佛青烟一般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太恐怖 他们的攻击 连万分之一个呼吸都没有坚持到吧 就这么破碎了 而且秦玉明连手都没有抬一下啊 只是用气息就彻底碾压了 林亚琴武女招数被迫 本人也受到了反噬 接连退步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他们同样震撼无比地看着秦玉明 秦玉明很强 自己等人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是知道的 只是没有想到差距大到这种地步 完全一天一地啊 秦玉明面无表情地对着武女说道 本公子的耐心是有限的 就在这时 神吉宗的护身大阵 突然传出一阵波动 竟是自行打开了一道通道 所有人包括秦玉明 都是面带惊荣 不敢相信地朝着那大阵开启出看去 神吉宗的大阵已经完全关闭 如今能够自由进出的只有两人 一人是图兰心 而另一人就是叶辰 难道是叶辰回来了 就在那道通道开启的瞬间 一道身影便落在了广场之上 同时男子淡漠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回道 秦玉明 你在干什么 广场之上瞬间陷入死寂 一部分弟子无比激动地看着叶辰 而另一部分则是满脸轻蔑讽刺之色 叶辰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图兰心与洛诗诗没有跟着他 由于此次叶辰斩杀孔仙 第七神国的地位 重新得到各大神国承认 他们离开神渊秘境之后 便受到邀请 前去参加了一次神国大会 秦玉明看到叶辰 也是瞬间面色一变 甚至忍不住退后了半步 眼中浮现一抹恐惧之色 不过很快他便镇定了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叶辰的修为 不过是斩恶三层天 闭关了三个月 不过是斩恶三层天 秦玉明笑了 不屑地笑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嘛 他知道叶辰能够越即而战 境界不代表一切 但秦玉明真正踏入混沌境之后 他能感受到混沌境与非混沌境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而且他秦玉明可是拥有上古神体的极致妖孽 现在放在整个神国都是顶尖的存在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修炼速度 更因为上古神体的恐怖 秦玉明现在即使面对混沌境二层天的舞者 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他怎么可能会败给一名斩恶舞者 简直是笑话 秦玉明凝视着叶辰 面显讥讽之色道 哦 叶公子 三个月不见 你终于出关了 不错嘛 修为都提升到斩恶三层天了 这段时间 你都去哪里闭关了 一众弟子文言都是发出一阵哄笑 斩恶三层天 提升真大呀 怎么 躲不下去了 再花个一年半载 突破混沌再回来呀 魔神 笑死个人 叶辰却依然神色淡淡道 我叶辰一生行事 何须向你解释 广场之上 又是一阵沉寂 安静得仿佛深海中一般 下一刻 有些弟子爆发出整天的大笑 叶辰是看不出秦玉明的实力吗 这不是找死 什么是找死 秦玉明眼中笑意更浓道 虽然你救过我 但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都看不惯你这么狂的 你以为你能一直狂下去 你只是眼瞎 看不清你和我的差距罢了 叶辰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道 我可能真的看错了 众人文言又是一愣 不少原本激动地看着叶辰 眼中满是期待的神级宗弟子文言 都是不由地目光一暗 面带失望地摇了摇头 他们心目中 那个屹立不倒 永远不会低头的魔神 终于不存在了吗 秦玉明的面庞上 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可就在这时 叶辰却再次开口了 没想到 我叶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当初我不该救你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秦玉明这么畜生呢 寂静 仿佛宇宙诞生之前的纯粹的寂静 一众修武者看着叶辰 震怂到连呼吸都忘记了 叶辰竟然直接辱骂了秦玉明 觉醒上古神体 修为混沌镜的秦玉明 你说什么 秦玉明双目冲写 倾金直跳 表情猙獰无比 他现在可是古神体天才 混沌镜强者 神机宗的第一妖孽 他现在可不是曾经那个 跟在叶辰身边的附庸 他现在应该是受到万人追捧 无限尊敬的存在 叶辰竟然还敢如此 他一直很嫉妒叶辰 好不容易翻身了 可叶辰对待自己 竟然还是像对待曾经的自己一样 哦 叶辰面带玩味神色 狗真是改不了吃屎的 你还想听一遍 看来你是真的犯贱呢 难道你忘了 被韩九溪折磨的画面了 秦玉明闻言 瞬间暴怒 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像是失控的野兽一般狂吼一声 眼眸之中杀意暴闪 无数绿色符纹在瞳孔深处翻涌 身体天才的气息 如海啸般的朝着四面八方 爆发而去 那一众神级宗弟子之中不少人 竟是被这泄露出的气息 直接震得吐血 重伤 秦玉明手腕翻转 握住了一柄半步崛弃的长剑 同时 一道仓骨气息 从他的体内 蔓延至那寒光闪烁的剑锋之上 一时间 秦玉明仿佛与手中长剑融为了一体 惊天剑意呼啸奔腾 这一方世界 仿若融入了秦玉明手中常见的寒光之中 众人的神魂都是感到一阵冰寒 仿佛被剑意贯穿一般 好逆天的剑意 秦玉明凝视着叶辰 眼中怒火雄心道 叶辰 今天本公子就让你见识见识 上古神体 剑云肢体的恐怖 我会让你后悔对我说过的每一个字 诸神云天剑 下一刻 秦玉明骤然出剑极快极快的一剑 宛若闪电一般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便到达了夜晨的面前 极致流光倾泻而出 瞬息之间 五道法则为之颤抖 无尽虚空 归于泯灭 一如诸神降伐于世界 苍天云灭在眼前 尽为之颜抖 下面桑 稍後